歡迎繼續回到要財財英台的直播環節 來到開市感 大家好 看回英國脫鉤的情況 繼續的不穩定性 繼續迫近國際環球央行進一步放水 上一次分析員也提到 可能美國方面不單止暫停加息 甚至可能減息動作都不為期 外圍方面 大家今個禮拜可以留意歐元區方面的相關跟進 央行一年三日 將會在葡萄牙方面進行央行論壇 到時是行長吉拉吉 聯署主席耶倫 以及英倫銀行行長卡利方面 都會分別發表他們的演說 還有歐洲方面的領袖 將會出席一年兩日舉行的歐盟峰會 去到商討英國脫鉤公投之後的後續發展 大家都可以留意相關的報道 還有美國方面 今個禮拜都會公佈一系列的重要數據 包括第一季的GDP 以及個人消費等等的數字 都可以留意美國方面的 經濟方面的進一步的增長 看到內地方面 李克強方面都說過 怕有蝴蝶效應這個情況 會出現的 就是英國方面的脫鉤情況 會否影響世界各地不同地方的經濟復甦 以及金融的穩定 因為他說到世界各地的經濟 是高度互相依求的 每個國家都不能夠獨善其身 會否影響內地方面的經濟發展 看回內地股市方面 現時這一刻 暫時沒有反映到相關的不良因素 因為三大指數暫時都是靠穩的 上正這一刻升10點 最新報2864點 深淨城市升47點 報10195點 虎深300指數升11點 報3088點 創業板子依然升7點 最新報2134點 內地的情況 會否受到外圍方面的拖累 看得更淡 請來市務總監 郭思哲郭先生分析 郭先生你好 跟你談談內地方面的情況 你強所說的蝴蝶效應 又會否發生 對於內地方面的經濟復甦前景 又會否繼續L字形 你下面的L字形那一橫 會否又再長了 當然會長了 因為現在經濟根上不明 你面對英國的公投結果是脫歐 加上歐洲那邊 好像意大利 法國的可能跟隨 就算英國本身來說 都現在好像 愛爾蘭、蘇格蘭那些 甚至乎倫敦都要求獨立 你事態不明 資金就避險的嘛 你這樣經過這一輪搞作的話 有排的了老實說 上一節已經略作分析了 現在不再複述了 內地的經濟呢 其實呢 我不管你 胡蝶效應也好 或者L型也好 總之現在這一刻來講 增長的勢頭就是不明 這是事實 你再說了 所謂L型 即是說 有一段時期 中央政策 不會則重於 維持一個比較明快的增長 相反來說 希望很自然很穩定地 緩步地增長 盡量保持在6.5%以上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以14億人的中國 做到這些問題就不大 但是你說 要是一個好像早年那樣 有明顯的拋升式的增長 我想這段時期就不會見得到 更重要的就是現在正在處理一些 產能過程的企業 包括一些所謂的殭屍企業 即是一直都是在做事 但是完全沒有錢賺的 是一直一直都要照顧去的 但是 經濟是完全沒有效益的 另外還有一些 例如煤炭 鋼材 以及水泥等的行業 因為第一就是 經濟沒有效益 第二 基於環保的要求 亦都開始一直在整合 在未來一段比較長的時期 我不覺得會有太多的亮點 如果你說出口暫時可以維持得到 有內需市場 但是大家看看內需當中 康師傅、黃黃 以至白禮、以至恆安 都是內需當中的天之嬌子 但是 幾種股價都分別是貼一年的低位 甚至乎已經跌穿了一年的低位 所以我覺得未來一段比較長的時期 股市暫時來說 是會出向於比較 整顧和淡靜 第一 內地的市場不開放 你外面的世界怎樣翻天覆地 你不關他事 你亦都追擊不到 這是很老實說 第二就是 由於A股已經由去年5178點跌到今年的上昇指數 2638點 是跌在前 當時環球的股市仍然在高台上咬著咬著 就算期間有少少反覆 也不是跌很多 哪有跌50% 德國有嗎? 歐洲有嗎? 美股有嗎? 就算港股由28589點跌到最低18278點 都是跌至10,000點 相對來說都是30%多 但A股已經跌到49% 即是不合理地衝高 到最後一定會承擔跌得比較深的後遺症 但你去到2800點 包括國家隊的維穩 跌得太深 股民又不願去低價拋售 所以外圍無論怎樣搶上去都好 第一 他的經濟是處於L型 不會扔政策 所以是跟不上 第二 外圍有衝擊了 有些大的場面 看到了 急跌了 又不關他事 第一 他一輪都沒有升到 他跌在前 第二 近期來說 大家對外圍的局勢 都是看得比較保守的 加上中央政策已經說明 是需要L型的經濟 權威人士說的才對 即是說 絕大部分投資者 就算股價低也好 他們都沒有入過入市以獄 沽就不沽 買亦都不會買 你變成你的市 就算有甚麼突發消息出到來 都不會引發一些 止蝕、止賺 或者是 回吐 甚至是最沽是誤會的 A股 我想 在現在這一刻 是需要整顧一段比較長的時期 2780點 這是很重要的防守據點 不跌穿的話 問題不大 講完A股之後 先試一下時間和大家跟進 港股方面的情況 港股上個星期五下 就經歷過 一千點的波幅之後 接下來會不會繼續向下 還是持續有震盪的局面 現時恆之跌234點 最深步2023點 大股方面的情況 有82億多的成交 國企指數跌88點 最深步8441點 郭Sir 恆之現在這一刻 跌穿2010,000點 都不足為奇 接下來向下摸底 低位可以望到去哪裡 上個星期五 最低見過19662跌急了 所以不斷有些反彈 但這個反彈 其實我看來的效益都很小 第一 歐洲這樣的情況 資金是避險的 你港股是不肯跌 是不肯跌 你就一直浪著2萬點 看法都是這樣 你要衝高是很難的 我們當然知道 你可以整股在1萬9 2萬點一段時期 讓市場慢慢慢慢 轉定在這個勢頭 但問題就是 外圍的股市是持續不穩 這個世界有一件事 是沒有法子改變 就是地心吸力 始終10個牛皮9個淡 10個淡市就9個跌 當然有一個例外 但不知道會不會是這一次 再說 如果你的指數再向下走 現在暫時來說 第一個防線 都不知道是上個星期五的低位 19662點 再下低一點 最少今年4月28日的低位 19594 如果這兩個據點 一旦有失教的話 下一個要下試的 就是今年全年的低位 18278點 五窮 六住 其實已經差不多過了 明天是今個月 旗子轉倉高峰日 星期三是旗子結算日 星期四是場外衍生工具結算日 既然手執過主導權 亦不會互亂放手 就算你很有想反擊 你外圍的市況 外圍的因素 老實說 你不可能逆勢而行 我不相信 是做得到 相反來講 到7月份會不會翻新 一五窮六住七翻新 今年就未必 第一 外圍的局勢不穩 第二 上半年到企業的盈利 根本上就放慢 所以在沒有基本因素 和客觀環境不相配之下 如果你說7月份的市 要翻新的話 我也不知道怎樣翻新 如果你說 6月份跌得太多 7月份有少少技術上的反彈 這是我同意的 但你說要大幅度抽升 不是容易的一件事 況且 今年恆生指數的波幅 只有3,516點 由1月4日的21,794 跌到2月12日的18,278點 第一 3,516點的波幅 根本上不應該 滿足到整年的要求 即是 你恆生指數不穿頂 自必然就破腳了 問題是何時向下視底 就是這樣選擇 清晰 謝謝郭Sir 恆子現在跌215點 最新報2044點 大股成交暫時有89億多 期指更加跌穿了20,000點 跌168點 報19,992點 低水50點 成交能方面超過28,000多張 和郭Sir做回申報 提及過的股市指數相關資產 有沒有哪隻持有 沒有 謝謝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和大家看看 衍生工具市場方面的資訊 澄清索